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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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賓來的掌聲鼓勵歡迎進行 耶 真的真的 怎麼辦大家等了一百集都把你找來了耶 要緊了 然後還真的 你眼眶半淚 哭了 真的是太開心了 最近太悲傷了 你都是從小奶奶變成去打掃的 對啊 怎樣今天男的可以化妝這麼漂亮 心情有好一點嗎 非常好 心情非常好 今天要做回金心容很開心 我也這樣想 然後剛剛還透過那個秘密的那個補妝都非常開心 請問女神你補妝大概有什麼樣的步驟 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步驟是不是就是把粉餅盒打開 然後拿粉鋪沾粉餅然後 這樣就好了 你今天還圍露了香煎 對啊 難得 然後很開心大家今天就是能想看的 要看的都看到了 你要看看什麼 就看你本人 不要客氣 對啊 就晚上晚上看不夠 重大又看得到 今天就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是安安大明星跟那個三立台劇粉絲 就是專業聯合播出我們非常的榮幸這樣子 沒有我比較榮幸 謝謝你們 就是妳太難找了 所以想要跟妳想要上直播 妳通通平台都來跟我們商量了 然後那邊還有完全娛樂也自己再開一台 耶 我就一直想說 就是網路上隨便大家去點選 瘋狂的想要看到哪一台 什麼視角都可以 都可以喔 對對對 然後用什麼女神視角還是怎麼樣 我嗎 妳今天有要倒一些東西出來嗎 倒不出來因為蠻緊的 妳平常會有比較喜歡倒的方向跟角度嗎 我沒有耶 右臉吧 右臉喔 對啊 妳一定要看用 所以妳今天會一直看那邊跟我聊天 也還好啦 我基本上也是臨死角的那個 幹什麼 沒有啦沒有 就跟你認識很久 就一直覺得說妳真的是相當的幽默 然後昨天晚上就是 妳就是拿著那個撕爛那個離婚協議書 丟到那隻黃丘蠅的臉上 妳有沒有覺得我丟得很帥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耶 那隻抖我們今天是啪你彈的一樣 整個人都火彌 那個氣焰全消 真的喔 對啊 我抓得很準 但是人家也會認為說 怎麼會有一個女人笨成這個樣子 然後全台灣最笨大概就金星榮了 不能說她笨 好 妳說 對 她是單純 單純單純 對 善良 相信老公 喔 真的耶 對 就是全台灣最善良的個性都被妳演出了 然後全台灣最賽的事情都被這個最善良的人遇到了 大概是這個意思 妳個人人生大概這一次就是也算是一種那個 活裡來水裡去的感覺 就是還滿開心的吧 其實演這角色我非常開心耶 嗯 而且我演起來還滿輕鬆的 有耶 然後妳已經到達一種交中交孝的那種 交中交孝的狀態了 就是無論女人遇到什麼事情 就是以夫為貴 然後以家為天 然後幹嘛幹嘛這樣子 對 天啊 全台灣最堅毅的那個女性的性格 都在金星榮的身上展露無影 對 金翼的性格應該是說後面才會開始 後面才開始 對 前面就很傻傻天真的過日子 也對 必須還會穿高跟鞋去打掃 也真的是滿好笑的 也不是這樣子 她平常也沒有做過什麼家事嘛 抱歉 抱歉 她平常應該也不會有那種什麼平底鞋 所以換上了平底鞋 那一雙也是名牌的意思 那一雙是大鄰送的 我還沒有看到發票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買的 但是我開始看到有皮鞭啦 就想說看起來也是某個名牌的狀態 所以金翼 應該是 金翼到了那個 你覺得她去那個 當那個房務員的時候 還會很愛買東西嗎 沒有錢買啦 真的 對啊 好辛苦喔 對啊 沒有錢買了 好可怕喔 然後我們在上個禮拜 你的Sensuit Pay 得到了那個觀眾廣大的迴響 收視率一路往上飆沖 大家互相互相真的 對對對 這個累積很久的能量 爆發出來就我覺得 感覺很開心 因為很開心大家喜歡這個橋段 而且你桌上前面還有一個那個 題庫有沒有 題庫 就大家要問我的問題是吧 不要這樣子 你知道廣大的觀眾都相當的熱愛 然後大家灑出去那個 就是目擊令之後 來了這個千方百種的問題 然後今天全部都在這裡 要讓你好好的跟大家解答一下 好啊 但是我本來以為會有什麼 金氏害俗的內容 結果沒有 金氏害俗是什麼意思 比方就是類似說 Sensuit Pay的一百種方法 還是說你為什麼不要對 那個黃秀儀吐口水啊 之類的這種 都沒有 對在裡面都問一些內心細耶 天啊高宇珍你好成功喔 怎麼會這樣 但是我們今天還有特別安排一段 那個精彩畫面回顧 讓大家記得一下 到底上次為什麼那個 收視率會往上飆升 5.13 不太厲害 大家裝很厲害 不是跟我 不要這樣說 沒關係你自己給大家補一下 這樣喔 我給大家就知道 這哪有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個人現在欣賞我可愛的好朋友高宇珍 然後我們現在看一段 你知道金家好媳婦 絕對不能錯過的精彩四大段畫面 好看一下 好不好都是金心榮創造出來的 嗯 請看 請看 黄丘鱼 黄丘鱼 你吃我的、穿我的、堕我的 最爱你,我哪里都会吵架 你怎么这么哭 我的神心高贯体 对婚姻不丢 你不过要叫我,在这个记者会 替这个会讨厌的男人贵书 我做不到 你爸爸对不起的人是我 你不过,他还是那个 很严重你的爸爸 他还是要对他尊敬 对他尊重 你不能英语 要替妈妈出去 你就对他母大母岁 知道吗 对 对 要求你妈妈 我知道他现在一定很疼痛 我没希望他看到我的时候 来威蓝 所以我要等他还没回来很久 我就要冠近离开了 快走 火眼 这叫泼你冷水 把你腦袋泼心扇 黃丘宜跟我們新榮兩個站在 憑外表憑內債 青梅來夢也要看我們新榮 你沒得比 我們姑娘的媳婦只要跟我們新榮一下 新榮真的跟我們年輕的離婚 黃丘宜死也不可能在我們姑娘的大門 因為有離婚沒有離婚 她都是我的媳婦 她自己有的我都會留給她 來人啊 找個戴墨鏡的來摸一下金西棟 想要為隊摸起來比較對 你待會兒這麼開心 那是你媽媽說的不是我說 我媽很挺我 真的 你媽真的講這句話真的是蠻妙的 然後雪鳳姐好厲害 她講那句話自己都沒有偷笑 她很厲害 她平常跟我們對戲的時候 她都不會笑我們笑翻了 真的嗎 真的 她會語出驚人 比方說你舉個例子吧 其實就像什麼 就像那個時候那個邱怡 她不是邱怡被她 就是等於是 叫她不要在那個事務所 什麼 招待所 不是什麼所 忘記了 忘記了 好啦好啦 反正每片劇情都不一樣 她自己演到也都不知道怎樣了 但是剛剛我認真跟你們說 你們猜高宇珍在看那四大段回顧的時候 她最喜歡哪一段 你們猜 她剛剛有跟我說 不是 她最喜歡跟女兒講話的那一段 對 我最喜歡那一段 真的 妳認真在演耶 她剛剛跟我說她演那一段的時候 快點去講一下 她剛剛一邊在看 都差點哭出來了 對啊 因為我那個時候 在跟她Re戲的時候 其實 我通常Re戲的時候 我大概知道我要怎麼演 但是我不會太 真的放感情下去 因為我怕等一下正式來的時候 沒辦法演 但我在Re戲的時候 我就受不了了 我只好看到她的臉 我就天啊 真的 妳要演那個眼淚像自來水 這樣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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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對啊 現在講了你看我眼眶都紅 有有有我是真心 我剛剛還說導播開窗框 高宇珍要哭了 然後製作人衛生紙拿剩兩張 我就想這什麼東西啊 真心啊 可不可以拿整包嗎 她直接我們女神在這個地方 擦眼淚兩張怎麼夠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在講 跟她講那個話的同時 其實那種感覺很 我不知道 感覺好像她就真的是我女兒一樣 好像要跟她分開的那種感覺 沒有 妳真的是 我只能說妳真心愛八點台劇耶 然後妳演的真的就是濕濕入扣 然後那個角色 帶動了大家很多情緒上面 就替她打抱不平 剛剛我們在直戰 那個在重看精彩畫面而已啊 那麼我的拳頭又硬了 表妹真的應該有演 大家都很氣 有 勝趣配是你們愛的吧 當然愛啊 那妳要重新在現場 妳要給我勝趣配嗎 我個人就 我是在想說 如果你真心需要有一個這樣的對手的話 我是可以 就在某些狀態當中 接受妳那一段那個 對話的內容 但妳可以不要真的打我嗎 不要真的打那沒意思啊 我們的交情 妳有需要這樣對我勝趣配嗎 不是 這勝趣配這個 那妳要教我要怎麼閃開啊 可以啊 我來 就手過去的時候 妳就要閃開 天啊 但是我如果沒閃好的話 今天妳就中啊 我的人生就中了 這是這樣子的概念嗎 對啊 所以我需要有什麼樣的那個 跟妳的配合 妳要演黃秋雨還是演高冠婷 這不太一樣 真的嗎 那妳打誰會比較用力一點 我知道那一段 我肯定不是打高冠婷用力一點啊 那我演黃秋雨 她被判我耶 沒有 我也是黃秋雨 不好意思 我覺得比較撈我 沒有辦法接受那個太大力的 那個勝趣配 對啊 而且我跟妳講喔 那個剛剛我來的時候 君恩跟我說 如果我有演勝趣配的話 她就可以給妳潑水 所以其實我其實人生當中是 也帶這樣期待 所以她等一下妳可以演 北鳳姐啊 然後她演妳黃秋雨 然後就可以對君恩 潑水 潑水 但聽到這一段的話 她人立刻不見了 所以我們 對啊 想去哪裡了 沒有成立 所以今天沒有這樣 OK 好啦 大家應該想要看一下那個 那一段的時候 妳有醞釀什麼情緒嗎 妳們有先 就是走戲 走了幾次嗎 沒有啊 其實我們就 就導播排完 然後我們 我們進去 是 稍微走一下 我們就直接錄了 可是勝趣配不用先對一下位子嗎 不用啦 拜託妳先對我對一下位子 我沒有經驗啊 不是 妳這很簡單啊 妳哪有很簡單 妳很簡單 妳很簡單 我很難耶 很簡單 妳過來 不要 不要怕來 來嘛 不要啦 不會痛 真的 太... 我就算打到妳妳也不會痛 真的嗎 那妳試一下 蛤 對 那妳這樣 我過去的時候妳就要 這樣子 對 不然會沒有接上 好 那我來試一下 天啊 為了要服務女神 豁出去 我要說什麼 妳不用說話 妳看我就好了 妳吃我的 穿我的 戴我的 你是這樣抱在我的 我往後 我也沒有 我沒有經驗拳 就是讓躲比較安全啊 對 我真的很怕 她那個... 有那個手風過來很強耶 掌風有沒有 欸 我跟你講 你在勝趣配的時候 那邊很好嗨 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是要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你們看到主持人 我跟你講這平常做人很重要 你有得罪人家嗎 我沒有 我沒有 但是他們今天看到妳來 大家都超high的 然後那個勝趣配就是 就是第一次讓大家看到就是 哇 那個金星龍這種硬起來的 那種概念跟感覺 對啊 因為大家等很久了 會覺得 沒有錯 大家會覺得 你怎麼那麼笨 怎麼那麼笨 其實我對這個角色的解讀是 她也不是笨 她是 因為她跟她老公在一起十幾年了 對啊 她不願意相信她老公 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對不起她的事 對 那妳說她真的很笨嗎 我倒覺得她是 相信愛就對了 對 相信愛 她是大字若語吧 應該是這樣子 而且妳 我們今天好媳婦的一開始 妳就跟高冠婷就結婚了啊 對啊 也沒有什麼婚禮 也沒有過程 而且都已經有孩子了 對啊 十幾歲 所以真的就是某種狀態 是老夫老妻的執行 是 是 沒錯 哇 妳真是把那個 在這個社會裡面 在這個社會裡面 這種老夫老妻的感情 然後對老公完全的相信這種狀態 真的演得絲絲入扣耶 有哪些橋段的時候 是特別要去加她內容的嗎 妳覺得說 編劇那個怎樣怎樣 還是妳有 我們一定都會 因為其實角色是我們自己在演 最知道這個角色的 靈魂個性在哪裡 對 然後 我們會稍微做一點修改 但是是以編劇寫的東西為主軸 就是對話上面而已 可是通常那種桌尖在床 真的被撞見的時候 妳應該會想要潑糞吧 為什麼會只是把門關起來 大家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是 我真的沒有辦法 為什麼會把門關起來 真的 然後自己在那邊哭著 我問妳 妳那個門開起來之後 妳一進去 挑開了一切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事情就要 一翻兩瞬眼了 對啊 對 那這種通常會發生在 男女朋友的階段 還會這樣子 可是她已經是十幾年的夫妻了 然後 然後 而且她有一個女兒 我覺得她心裡是很掙扎的 是 你說她想不想衝進去 其實我當下 我也很想衝進去 沒有想到說 在那個狀態下 給她那個奮力的一擊 讓她從死不局嘛 反正妳大很一生 那個男的可能 永遠就沒有辦法再去外遇了 那妳不是也害到我嗎 好 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新董的 現在現在的生活 不好意思吧 剛剛的提問就仔細懂 你知道 就是大家會 我們是觀眾啦 所以在看到一切的一切 是觀眾思維 對啊 然後妳是那個角色的當下 真的是認真的去 沒有其實真的去 妳去思考 妳去思考 對啊妳去思考這個 當時妳看到那個畫面 如果妳真的進去翻臉了 那是不是就 就真的沒有辦法挽回 這樣 怎麼了 天啊 妳要安慰她一下 有些人說 她關過門她懂 不要哭 沒事 門關起來 再打開就好 沒事啦 妳知道她那種留言會酸酸的 妳知道妳演的戲 是人家生活真實的 所以其實當下我那個 那個感覺也很 很痛的那種感覺 我知道 然後他們 有啦 妳們不要讓他們激動 他們說劇情不能讓小三囂張太久 但是就是囂張久一點 她比較會有一些 想要看的那個精彩的 更激烈的那種 欸不會耶 也沒有到激烈 昨天晚上算 西融算是已經開始 就是不會再讓這個女人 冷頭乾淨那種感覺了嗎 對啊 就是還是 所以她的個性基本上 一開始婆婆就問過她 就是如果她 老公有外遇的話 妳會怎麼處理 而且她 她當下就說我一定是離婚 真的 那種個性 小三太囂張很見奏 萬哉萬哉 期待 期待 有新男主角 跟新容 插錯我的話 這個今天沒有要問 好 對對對 大家繼續看下去 我們不能劇透 好啦 我們也不要說什麼劇不劇透啦 但反正 因為這是一個 一定會有些新的發展 當然 跟生活相關的演出 然後現在現場 在那個台劇的那個專業上 有四百多人 然後三立新聞網 上面現在有一萬四千六百人 哇 然後Youtube上面有兩千多 這樣算很多嗎 這樣算很多嗎 不然很少嗎 我不知道 我不懂那個數據 我跟 你不是在足課上過班嗎 真的嗎 這樣算多還算少 下午這個時候 是在那個上 就是 真的嗎 你要叫她幹嘛 對啊 OK 你耶 你還在我金光閃閃 星星向榮 星星向榮 對 你看才講完四百五 跳到四百六六了 對啊 趕快大家進來看 金榮絕對不可以讓小三得誠 你得誠的誠寫錯了喔 不好意思 然後對啊 小三真的太扯 真的 第一次看到雨貞眼可愛又呆萌的媳婦 這倒是真的 然後你有什麼 這倒是真的 那你本人呢 你本人對於這種呆萌的 你本來是很呆萌啊 有什麼好疑問 對 所以我說我演這個角色很輕鬆啊 對 對啊 因為我一開始演 我就覺得很 一開始你就覺得這就是你的角色 根本就是我的個性 對啊 然後我就演得很開心 幸福這場演得超開心的 從超愛買 然後到超呆萌 就是完全就沒有跳脫高宇貞私人生活裡面 最基本的兩種元素 所以個人最近買了 沒有這麼愛買 沒有了 最近很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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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衣服是什麼都買的 廠商的 沒有買 好啦 快點 今天要做很強大的那個 好啊 就是算是網友服務 好不好 因為他們其實我們真的是真心那個 我們那個後端很多那個宣傳的大家 就去募集來的那個題目 所以非常的重要 你要一一的給觀眾一些 好啊 但是他們真的問的也都是很有感情很有深度 OK 真的 雨貞這次第一個問題 整理了一下說 媽媽 老婆 媳婦 其實這是一個女明星一定會遇到的三種角色 對不對 然後這種不同的身份 你做了什麼樣的功課 他們真的都是 他們是金鐘獎的評審耶 他們都是專門來問說你做什麼功課 新龍扮演這些角色的時候 和既定印象有所區隔 嗯 那你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還有你做了什麼樣的區隔 與那個不同於其他人在演出的 應該是說揣摩這個媽媽老婆媳婦 就是從年輕 哪一個比較難好的啦 老婆媽媽跟媳婦 對你這個已經是一個那個演技派的人來說 哪個 哪一種個性角色上來 我覺得三個都蠻難的 因為我三個我都沒當過 也對 對 所以我覺得都蠻難的 那你比較想要當哪一個 那你比較想要當哪一個 目前沒有想法 不好意思 我們插題了 不好意思 我們要回家進去抓好些 對 新龍啊 對阿你覺得媽媽比較難演 還是老婆比較難演 還是行不開拍走 要看對手嘛 我敢不敢 媽媽的對手是那個小女生 你看到她就有愛 對 所以對你演起來應該就是 天然的女人的某種母性 都可以散發 演起來還蠻過癮的齁 很過癮啊 你真的好像很喜歡她耶 我很喜歡她 她真的超可愛的 真的喔 對 她平常思想叫你什麼 姐 還是叫你媽 沒有 是你逼她的吧 你怎麼這樣 她不然 她會出戲耶 你看平常常人家叫媽 沒有啊 還是叫我姐姐 好啦 對不起你了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 跟誰對戲最過癮 跟誰對戲最過癮 這三個都很過癮啊 老婆就高問婷啊 就是那個江文啊 然後跟媳婦就跟雪鳳姐 是真的很 怎樣 讓我就是很 很融入那個角色 欸 她們都 怎麼樣 沒有她們好激動喔 不要離婚氣死小三 好謝謝妳的提醒 秋瑩真的太囂張了 秋瑩咧 秋瑩真的很囂張 真的嗎 被罵得好慘 對啦 但她也很敬業啊 她把那個小三演得 這麼樣的 讓妳覺得很痛苦 對她就是很敬業啊 那妳有每天在安慰她喔 有我就說沒事沒事 真的 我覺得她還很OK耶 我覺得她還滿健康的 因為每天遇到她 因為每天遇到她 對啊 在那個工作之外 那個休息室 她被遇到她 想當年姐也是被罵過的 這位姐妳被罵最慘的時候 是怎麼個罵法 被罵最慘的 就是 就是見到沒有 我就不能出門啊 出門就看到我就罵我啊 以前啦 很久了 很久了 沒關係啊 天啊妳突然講英文 那整個在那個過程當中 後來妳有跟張靜智 做過什麼心理輔導就對了 她這次真的滿惹人厭的 沒有啦 沒有 這代表她角色演得成功 我相信是啊 對啊 你們不要再罵她喔 我們現在是高宇甄在現場 今天是新的 對啊 我是覺得說 我是覺得這個 平常呢因為 身邊有很多這樣的角色的人 看 觀察 觀察這些人 然後 因為我平常就會有看劇的習慣 所以我就看很多劇去 比方說呢 妳有學 不要說學妳有觀摩的什麼 戲劇 那種大老婆 可以講嗎 幫妳偷錯 好 這個不能講吧 不要講 不要講 噓 噓 反正我有看啦 我懂我懂我很好 喔是喔 對啊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我懂我懂 真的演員也會去觀摩一些其他的那個 當然啊一定要一定要 對啊 觀摩其他人的演技 然後讓自己就更長大一點 對啊然後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啦他就是對你的演技表示肯定啊 提出很多挑戰啦挑戰啦 他說辛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啦 辛龍最大挑戰 不要問他 因為他是辛龍 辛龍就覺得每天都是一種挑戰 人生 我覺得妳好會說話 還可以嗎 比方說昨天他要撕離婚協助丟人 這件事情他昨天之前也不知道 不知道 對 所以之後他也許會拿高跟鞋起來打他 這個 這個很嚴重 我是亂想 欸對妳有想過嗎 就是妳有叫編劇幫妳寫什麼橋段要報復的 沒有沒有 蛤妳人好好喔 沒有因為我覺得這種報復很 會有點膚淺 對我來講 我覺得 我覺得在一些精神上面的層面 折磨啊 因為你折磨那種感覺好像會比較有趣 所以妳還有什麼折磨那個人嗎 是這個意思嗎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妳這樣感覺上來說還不錯 好啊下一題 下一題 好下一題 請問怎麼演桌間在床那個還不出聲的煎熬內心 欸這段大家都看到哭了啦 很多人 然後那個關門 有關過門的不要再傷心了 對啊其實這個有關過門的就知道啊 就是那種煎熬 其實我當下 妳有問到有關過門的朋友 就是因為我們有朋友 我有朋友這樣子過 所以我大概知道 那個感覺 因為她有跟我提過 妳是大靈嗎 是那個閨蜜嗎 蛤 不是我朋友是女孩 然後 然後我在想她可能是也不想要放棄這段感情吧 所以她選擇關門 對朋友今天有遇到這樣的事情 那那個關門後來有把它戳破嗎 那一個關門 也沒有 也沒有 她可能真的很愛這個男生 蛤 啊她現在呢 現在過得還不錯啦 也是跟那個關門的人嗎 也許 好像還在一起 天啊 就我覺得這是個人的選擇啦 好啦好啦 每個人個性不同啦 那我是覺得 我當下其實 當下很有一種真的是身歷其境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遇過這種事 只是說 在當下那個感覺 我真的會覺得很痛 然後 對 其實我當下是有出聲的 我那種哭是 有出聲但是我把嘴巴捂住了嘛 嗯 我揣摸的那個心情是 崩潰到就是 就是崩潰到已經幾乎快要到那個崩潰的邊緣 無法承受那種狀態 對無法承受 再下去整個都會融化那種 我又不敢進去 散掉了 對啊 全身骨頭都散掉了 天啊 然後那個 很痛啊 那部戲演了拍了多久啊 那前前後後你有那個 就是讓自己突然間入戲太久要休息嗎 那個情緒比較強嘛 對 但是還好 我很快 就是 就是我 那個戲完之後 因為有些單膝嘛 然後 導播說OK了之後 我就開始玩了 開始 脫離 對 我情緒脫離蠻快的 有啦 這樣專業啊 演員的專業也在這個地方 不然讓自己突然身陷在那 那個情緒 對對 這樣子也不太舒服 太辛苦了 真的 對啊 我路上說大鱗有機會嗎 感覺大鱗很心疼心容 他有應援團耶 對 但是 但是大鱗在裡面的角色是跟我是像 真的是好朋友閨蜜的那種角色 對 你也讓他幫你換鞋子了畢竟 對 所以其實林又欣也有摸到你的腳 他有摸到我的腳 嗯 你有不舒服嗎 是還好 還好 對 那你那天有洗腳嗎 我那天故意不洗腳 哈哈 沒有啦開玩笑 當然有啊 好啦沒有啊開玩笑的 對啊 其實那個地方 就那個閨蜜那一段 也演得讓大家覺得說 其實男女之間也是有蠢友誼的 是這個意思 對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你來說對她可能不是啦 對她可能不是 當然不是啊 對因為她一定對你有某種程度上的喜歡 對啊 對啊她每次出現都像一個色源外的臉 這樣看著是嗎 哈哈哈哈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單純的心情 是啊 是不是這樣講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揣摩這樣 真的嗎 那我等一下有空再問她 好 是啊 然後那個呢 你有什麼哭戲的想事情來幫助流淚嗎 呃 沒有 因為我一直以來是對角色 如果說我哭不出來我不會硬哭 嗯 因為我就是真的哭 但代表我對這個橋段沒有感動 是 基本上有些劇本上如果沒寫到要哭的 有可能我會哭 因為我對這個劇情感動 對這個台詞感動 對這個人感動 我就會 有有 感覺還蠻好的 我覺得網路上 我覺得是很真實的感情 他們對你那個演出的那個細節啊 就是真的都非常想要去那個 抽絲剝繭 對對對 對他們想說天啊你這麼美艷 然後我演了一些這麼樣的那個 我明明就很清純哪裡美艷 你是對著眼睛看也是清純 美麗跟清純也是可以重別的 可以齁 但他們真的很可愛 他們就一直在問說 大靈有機會嗎 感覺大靈很心疼心容 然後神神也不錯喔 那感覺是好像應該有新角色加進來了 最後有一個留言說 還是不要劇透好了 我們今天什麼都不要講 那我們來這裡幹嘛 就唱歌啊 唱歌 反正你的粉絲團也常在唱歌 感覺也是蠻不錯的 好 欸他們真的很愛問這種 演員這種內心戲耶 我本來會想說會問一些 就是比較可愛的 所以這部戲真的太生活了 你可以問啊 你可以問啊 不要我們先幫粉絲服務完 幫他們解答 對如果戲太深沒有啊 剛剛已經回答過了嘛 就是說我其實抽離得很快 那調適角色呢 調適角色 這個角色基本上不太用調適 真的嗎 對因為其實他 他沒有太多 除了這個抓尖這一段情緒 比較重 其實他平常真的是傻傻過日子 對啊 我覺得這樣好開心喔 真的真的 然後那個 最近那個 對打掃工作有比較在行一點嗎 還沒有 還沒有 那你家 對啊 你家的那個最髒亂的部分 大概是在房子的哪個地方 我家非常乾淨整齊耶 真的 我有潔癖的人了 那所以你只是不會洗廁所而已 所以每一集都在洗碼頭嗎 就洗了兩集啊 對啊對啊 對後來就是拖地啊 有有有 所以哪一件工作對你做起來就是比較 覺得難是不是 不是難是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我覺得地板 因為我像我家地板呢 那個有一根頭髮我就會去撿起來這種 對 那馬桶的部分就找打掃阿姨來說 對 我真的很了解他 我跟你講他真的是我朋友 對 精彩的大老婆 反擊 有沒有那個台詞或表演方式是自己家的 一定有啦 表演方式基本上 表演方式應該有啦 對 你現在一個尊重劇本的人 你好像這個劇本 還給我自己改 蛤 記得記不完 還給我自己改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對有時候還是要順一下自己會講的台詞 你的詞算多嗎 還好 跟其他人相較一下 還好 我只要跟婆婆在一起我就少 我懂 學鳳姐好辛苦 對 學鳳姐很辛苦 她每次看的台詞都半本 對半本 然後我就 嗯 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你可以出一個表情包 嗯 對大概是這樣 對 你有印象深刻就是 學鳳姐說他 手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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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然後你那時候心情大概是什麼 你說 辛苦你了 有 有 我們大家每次跟他對合戲都覺得他很辛苦 真的他真的好好笑 他的很多那個 氣氛都是渾然天成的那種 對啊 然後在那裡面應該你們表演起來 就也是很滿那個 輕鬆愉快的 很輕鬆 很輕鬆 對 你今天來不要那麼嚴肅 你可以進來 真的嗎 就講一些幕後的花絮嗎 喔你要躺下來我們也願意啊 幕後花絮是不是 我跟你講 洪恩哥很愛吃 是吧 這比較重要吧 沒有啦 因為他是個美食主義者 所以我跟他搭戲很開心 每次只要 然後有跟他搭到戲呢 他就會帶一些各地的小吃 各地嗎 那你現在吃過最特別的是什麼 那你最愛吃什麼 那你有跟江洪恩再點一次說 這個下次還要再帶來嗎 我們大概半夜都會吃涼麵啦 半夜吃涼麵 對然後他有時候常會他會帶一個那個什麼 什麼獨門的那個小點心 什麼魷魚羹什麼的 超好吃的 反正他帶的東西都很好吃 哪一家買的你有問他嗎 有啊 好像在新北市 喔在新北市 他那麼遠喔 他是為了吃可以跑很遠的人 他叫助理去的吧 沒有他真的他自己去買的 他自己去的喔 對他就是為了吃 他可以跑到很遠的地方去 那然後他就帶很多東西回來就是 犒賞大家 對所以跟他對戲超開心 因為都有的吃 啊所以你真的 喔難怪不想離婚 這離婚就不能夠吃 不想離婚啊 他就說 他就說你要跟我離婚是不是 好啊 以後你就沒有東西吃了 啊真的 那那個呢 有可能會跟戲裡面的小叔在一起嗎 高冠達 對啊 謝成君喔 對啊你不是跟他好朋友 好朋友 他不是百搭嗎 他不是誰都可以搭 就還沒搭到你啊 我真的想說 你們看不膩嗎我跟他搭 沒有有什麼好膩的 就是有戲成君的地方 就一定可以很好笑啊 真的喔 你們兩個搭起來應該也蠻好玩的吧 欸對但是這個好像 這個不太符合這個傳統啊 不符合心融的心情 對跟小叔在一起怪怪的 我們有那麼多其他的 可以用 可以搭配 為什麼要搭這一個 高冠達很多 已經搭不完了 對啊 裡面他也是很忙 對啊他趕快去處理好 他跟指定跟倩倩的問題 喔好 對 但是他如果突然間 對大嫂有愛意 也不是沒有可能 只是大嫂可以不要理他就好了 對啊他可以來追我 我可以那個對不對 我可以不要理他 好 那我們再去跟編劇說 給那個謝成君一個新的路線的發展 新的路線 天啊那個感覺上來追我 你這樣真的好複雜喔 那你是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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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開玩笑的 你幹嘛這樣子 來再來 你看你剛剛抱的那個 江湖那個料那個大家都好開心喔 你開心是不是 當然啦你要多講些啦 他們就來聽這些有的沒的 然後這個唉唷這個就是 這個是金鐘獎評審在問的啦 是喔 現實生活當中遇到 啊 啊 你現在都變成那個張老師了耶 他們都來問這種很 很需要 我沒有這個 這一點我就可以馬上回答 你說 我是沒辦法啦 你個人無法接 我是個人無法 對因為我是 也是有點感情潔癖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你不會做關門這件事 絕對是潑糞的那種 蛤 潑糞倒不至於 叫別人去又不是叫你自己 那個那麼醜 就是我 我沒有辦法繼續 因為我會就是好像就沒有辦法信任對方了 對啊 對啊 那怎麼辦 這種最親密的事情 然後你竟然去跟其他人 然後再回來跟我說你 嗯哈 對啊 對啊 這樣我們就嗯嗯哈 我是不太可能 髒死了 什麼啦 沒有啦 等一下 另外一半如果用苦肉劑複合 喔 最近常常 對啊媽媽這樣要跟你下跪耶 對 其實我是對媽媽不捨 我知道 對 但是 辛龍在裡面就是很愛這個家的所有人 兩回事 很愛很愛 對 但是這是兩回事 有人說就代表他們家去參選啊 把他用完了就把他丟掉 嗯 有在考慮這件事嗎 辛龍 欸 我們可以做點別的事啊 不一定要參選 真的耶 你這個人生就是 希望給這個角色很多那個正能量的安排 對啊 很多不一樣的安排啊 喔 這個真的好難喔 如果要離婚的話 怎麼跟小孩溝通 這裡面已經 有啊 其實我應該會 我就是會像戲裡面這樣溝通 喔 如果有真的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就那是一個 因為其實做什麼事 是大人的錯嘛 那是成熟女人的那個方式 跟小孩沒關係 面對生活的那種方法 對 防務員啊 對啊 你會建議辛龍挑戰什麼樣的職業 總算來了一個比較有趣的那個題目了 不好意思喔 辛龍非常適合做一個YouTuber 對 那你可能覺得說 對 你知道就是這樣 怎麼會覺得 我喜歡做YouTuber 他就是愛買東西 然後就成天就在那個地方 就是叫聲斷氧的 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但是家裡面呢 直播鏡頭開著都自己在那邊演 你這樣不是很好嗎 其實還蠻酷的喔 是 你覺得他是有美妝旅遊 還是穿搭 還是一些分享生活當中 還是做一些什麼大老婆的反擊 的教學 因為我不知道辛龍 一開始他在學校是學什麼的 然後他是設定什麼樣的那個 你覺得他這麼單純可能學的是什麼 他這麼單純 家政 通任 應該是讀普通科那種的 普通科 普通科 就是那種什麼氣管系啊 有的沒的那種的 對啊 對啊 其實女強人可以有很多種方式 是 對 就是 畢竟本身也是一個女強人 還好啦 不要可惜了 對 就是很多種方式啦 都可以學習 有沒有人建議啊 造型設計師 有啊他們就真的都造型設計師 好像也不錯喔 對啊 然後他們都在問說 不太適合做那個美食的啦 因為他們說辛龍那麼瘦 沒有在吃東西 欸不是 是因為那個我不會煮飯 所以 所以不要 拜託 欸我問你喔 你們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們拍戲都真的是 沒日沒夜的感覺對不對 也不是說沒日沒夜 反正就拍到你們開心為止 你們要不要那個等戲的時候 直接在什麼台劇網站開直播 才去網站開直播 對 下次江洪恩 如果帶宵夜來 就直播一下啊 喔可以啊 讓大家看一下 對 他帶了什麼東西來 是是是 好啊 不然你可以先跟他點餐 看他 你最近有想吃什麼 他有在看直播 有有有 我們直播是 那我需不需要去跟那個廠商 收錢 喔 真的很有想法欸 那以上我的提議 你就當作沒有聽到 哈哈哈哈 那什麼好意思 那這樣就增加一些 是不是很有生意頭腦 他罵他罵他罵 真的真的是 新的負責愛嘛 這還是很會賺錢欸 很會賺錢 對啊 這是回應到這個狀態啦 如果真的讓你開直播 就當一個人的那個地方的YouTuber 你會想要做什麼 我想做什麼 我也真的覺得是 美的東西我都很喜歡 都可以 你本身就很漂亮啦 打開就是美了 還能做什麼 我覺得你真的很會說話 但是我想說進一步的那個 不過是蠻合理的 對 下一題 好 好 唉唷 這個題目太難選了啦 哪一個角色喔 其實他是想要演謝承鈞那個角色 對啊 他想要女扮男裝 我蠻想的啊 演那個 演弟弟 演弟弟喔 演實在弟弟 你如果女扮男裝應該蠻帥的欸 OK啦 我可以啦 有啦 你就是也是有一些那個 瀟灑帥氣的 音器 有 真的有 你張男生意 就是那種美男子 你看我頭凸成這樣 沒有啊 可以戴頭套 對啊 所以 真心有這種想法嗎 大家很愛問這種 就是說你曾經演過什麼 然後如果演什麼 要演什麼 這樣子 我覺得反串還蠻好的啊 所以我幫你開了一扇門 你幫我開了一扇門 然後你就 決定沒有要把它關起來的意思 其實裡面每一個角色 我都蠻喜歡的啦 但是我說真的 如果再重新選一次 我還是會選金心榮 金心榮 為什麼 對 就比較不用花太多心思去準備 她本來就很愛嘛 也不能這麼講 因為其他角色的那個個性 其實我大部分都演過 千金大小姐啊 是 反派 甚至小三我也演過 對不對 然後 那媽媽級的 我就 那些角色我就不講 真的欸 妳比較少演那種 其實我都演過了 什麼都吞下來的那種女人 妳比較少 對 真的比較少 所以這個角色對我來講 其實你說挑不挑戰 她也是一個挑戰 因為我沒演過這樣的角色 她會那個弄出心病來 心病 啥意思 因為那個女的 就什麼都忍耐忍耐 忍久了 心臟怎麼受得了 不會啊 拍戲嘛 不會 我是說心榮 我說心榮 戲裡面不會欸 你看她其實她很容易把那些 所謂的負面情緒跟悲觀的感覺 釋放掉 你會發現其實心榮蠻樂觀的 她沒有什麼太多負面情緒在身上 對啦 是真的沒有 跟我本人一樣我也是這樣子 我知道 我知道 妳本人 妳本人我們大家都知道 她前面全部的人都知道 妳是一個樂觀美麗的女神 對 我比較樂觀一點 正像 心榮也是就是 不開心的時候就去掃掃馬桶 然後折一折免費 那是心榮 不是高宇貞 謝謝 對 那高宇貞不開心的時候做什麼 不開心的時候 對啊 吃啊 吃 看電影 看電影 我很快 我的不好的情緒在我身上 不會停留超過一分鐘三分鐘 妳是真實人生的那個嗎 嗯 妳是說真實人生還是心榮人生 真實人生 本人就是有她私人臉書的一些畫面 然後就想說 這位小姐其實也很會在 演出上面行俠章義的 寫完就好了就代表 寫完就好了 寫完就好了 不好意思 請大家自己去加私人的朋友 私人朋友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不會跟你按確認啦 對不對 高宇貞粉絲團請追蹤 請追蹤高宇貞 好啦 我看一下 第八題後面還有題嗎 還有嗎 八題啊 我看一下 第八題 那認真回答 金家好 你看吧 大家坐在這個了啦 發生什麼更多有趣的事情 偷偷跟我們爆料一下 這真的是最重要的 大家 戲那個打開電視就有啦 但那個花絮要女子把他講出來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就是我剛要講的 就是婆婆在跟我們對戲的時候 我們全場笑翻了 是因為呢 她說 這段當然是劇本上面沒有寫的啦 因為學貢姐她有一些 她的歷練上面的 加上去的詞都很厲害 她說 我問她說 欸 笑她怎麼沒來上班 這樣子 笑她怎麼沒來上班 對 她說 她喔 她先去旗山掛香蕉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我們會通常拍戲有時候有點無聊 你知道嗎 就是說現場有一些笑話 有一點點彩色的笑話 彩色彩色 對對對 這樣聽得懂嗎大家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她就會 因為我們整個笑翻了 就是 她還會用那個角色裡面的個性 去講一個適合角色的 有顏色的笑話 然後我就用 我又用她這一句話呢 在就是 邱姨就忽然來我們家了 對不對 我就說 欸 邱姨 你不是回去旗山掛香蕉嗎 我就是 用她這句話來就是接她 因為她確實跟我講說 她是去回去 做這樣的事情嘛 然後所以她來的時候 我就說 那你怎麼不是回去了嗎 喔 對 對 對 然後 然後媽媽還 媽媽後面有加一些話我忘記了 沒關係 但是就是很好笑的一些話 我知道 我知道 超可愛的 就是這裡面那個詞就是 發想的人都是以那個 雪鳳姐那邊做一個開端 對對對 所以我們家呢 在高家有一個大家各自有個稱號 對 高冠婷是那個 香蕉國王 媽媽呢 我婆婆是香蕉太后 我就是香蕉皇后嘛 對 那高冠婷 因為她比較小回來 所以我們就叫她香蕉你個拔蠟 哈哈 真的啦 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我們自己高家 大家有個綽號 所以你們那個沒有戲的時候 就是這樣叫她 欸 香蕉國王 這樣子啊 張宏恩就會自己回應了 對 是這樣嗎 對 欸 香蕉你個拔蠟是誰 是那個 香蕉你個拔蠟是高冠達 高冠達 然後你就這樣叫她 她就這樣回答你 對啊 蠻好的啊 她必須要接手 那女兒呢 女兒的部分 那小香蕉啊 香蕉公主啊 香蕉公主啊 香蕉公主 真的欸 你們全家都跟香蕉 真的是很有緣分欸 很好玩啊 還不錯還不錯 對啊 就是大家在拍戲的時候就會 互相取一些這些外號這樣子 嗯 欸 真的有人問欸 我也是 這個我很難解釋 你知道嗎 我就很難解釋 對對對 你盡可能用女神的方式為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齊山那個 掛香蕉 而且她用掛香蕉的掛 她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高家就是這兩個男孩 對 那你就 各自都有 有家室 冠婷有家室了 那你就不要來這邊 這個搗亂 那回去 回去齊山 那是香蕉的出產地 那邊可能會有很多很好的伴侶可以找 大概是 這樣翻譯可以嗎 我覺得很好 非常好對不對 那最後你用伴侶兩個字 我們大家全部都懂了 對 大概是這意思 對對對 就是每個伴侶都有她自己的 對對對 在齊山的那個產品 對 所以 就去哪裡找 所以如果做周邊商品 蠻適合做香蕉的啊 高家出品 製作人身為一個香蕉的 製作人 製作人 她個人也相當地能夠明白 理解 對 對 香蕉故事的詮釋 好 從這個時候開始啊 到那個節目結束之前啊 就開始做那個爆料的事情 爆料 爆什麼料 就代表金家來爆料啊 就跟你這樣 就是剛剛你有講江蕉怎麼樣 接下來就講雪鳳姐 雪鳳姐有什麼好笑的事情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最後再講你自己 雪鳳姐 對 雪鳳姐基本上 跟我們對戲的狀況就很好笑了 蛤 沒有知她說 她會打瞌睡嗎 她不會 真的 精神都很好耶 她精神很好 她都半夜三點聲音還是那麼大嗎 對 對 她會叫你們起床嗎 會有人打瞌睡被她叫起來嗎 不會 也不會 反正她在的時候大家就會很有精神 因為她在的時候會 她會唱歌仔戲給你聽嗎 沒有 不好意思 沒有 沒有 但是 她的很多台詞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們大家跟她對戲都會很有精神 那你可以除了 旗山瓜金姐之外 還有什麼雪鳳姐的彩色笑話 你現在請她來上直播就要講給你聽 不是 你講跟她講不太一樣 因為你會有隱晦 然後她講太直白我會害羞 你會害羞 對對 我等一下只要去那個 休息室她就會跟我們聊了 我只要等一下去問她 她會講很多 我會把它錄起來 沒有 因為她其實覺得 她覺得其實 金家跟高家是絕配 因為賣的東西是有關聯 不要怎麼講 你很煩耶 你說啦 快點啦 之類的啦 因為我們家是賣 媽媽是賣 賣就是雞排嘛 對 高家出產香蕉 的意思 你很煩耶 沒有啊 怎麼會 很難講 你怎麼可以叫女神講這種事 拜託 我們在講 做生意的一些那個 開店的那個內容 那你這樣一講 大家都會想要別的地方去啊 哪有他們沒有想要 怎麼可以這樣 還是我想要別的地方去 對啊 你看他們都好開心 哈哈哈哈 就這樣而已啊 又沒有說什麼 真的 那我就放心了 有人叫他香蕉好媳婦 香蕉好媳婦 香蕉好媳婦 你喜歡這個稱號嗎 很可愛啊 我真的覺得也還不錯啊 滿好的 女神啊 香蕉好媳婦啊 那個什麼 這個人好兇啊 他說那個小三什麼時候要領便當 不要這樣激動啦 你會希望他領便當嗎 我 不要啊 不會 你就沒有對手了 不會 他會有 有新的發展 跟冠婷會有一個 對 不要劇透我們沒有要 對啊 我不會講劇情 但是 嗯 大家應該還會再棄一陣子吧 喔 真的嗎 哈哈 這是最大的劇透 就是你們還會棄陣 欸 我們的那個 剛剛雞排跟香蕉的故事 大家很開心 很可愛 對 他們希望樓一直歪下去 不好意思 歪了歪了歪了 那你的親戚還有 在賣一些什麼其他的產品 跟你們也是滿搭配的嗎 你說我們 我們家嗎 沒有耶 高家好香蕉 天啊 真的好啊 好害怕喔 就是取一個這樣的頭 香蕉 嗯 這個我就不好意思 把它唸出來 對啊 我們這樣太歪樓了 不行嗎 不會啦 你幹嘛這樣想 對 那 我們想點別的嘛 在戲裡面 比較少跟謝成君 有對到戲對不對 比較少 有幾場是 我在跟他 講心事 就問他說你怎麼 就很花心什麼的 喔 對 嫂嫂跟小叔的對話 就是真的有一種 滿溫馨的 溫馨的那個 對 很溫馨 對 說真的 這次演 那個辛龍這個角色啊 就是讓你整個就是在 演出的這個 受到大家關注的程度啊 突然間就是整個大爆發這樣子 所以 對 我記得好像是 從那個我喝到海水裡 對 我就要講這件事了 喔 你要看那個畫面嗎 我有幫你準備 可以看嗎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要 因為我的朋友都在學我 沒有好多人喔 我跟你講連那個邱浩奇都有幫你轉發 好啊 就是 可以看嗎 我要看再重溫一下 可以嗎 可以啊 Guru 對 導播我們可以看那個畫面嗎 可以喔 請看 可以 是嗎 是怎麼冠婷也對我趁你贊力 那些說的愛我一萬年的高冠婷 是早去住啊 我倆MG很相愛 怎麼會想這種事 不好意思,小天愛 我來後患,不好意思,儘管感到 小天愛 小天愛 我為何去了 我還明鏡了 我還明鏡了 我的朋友跟他的男朋友很不得好 但最近發生男朋友很難 尤其是小媽媽 你這樣,我感覺很減少 我感覺很不大 你很恐怖 我會妖魔鬼怪 這邊九尾虎就比較難過了 那邊那邊又會被打人 你看你 你現在所說的都是犧牲你自己 去成就冠婷 我是要你為你自己受 比較少你如果沒有結婚 你會做什麼 是努力的人都知道 不過怕他受傷就沒有自己過 不要只能做紅色的附屬品 都沒有要合遵 沒有要求進步 那你若是有一天你沒有冠婷 你的世界都纏有鐵砰的關係 本來是今天晚上 你最奇怪的事情 我家裡還有地感 是我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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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懷疑別人會說 關掉的事情 我們要小心 本來今天要求你 趕著我 我們要小心 苦惱 女人在追逮我 我要求你 我可以說這事情 我們要慌 你無關 你属于帮车 我都可以帮到你 你现在都没有能对待我 对不起 亲爱的 对不起 亲爱的 我要不小心 那浪超大的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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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回来吧 游回来吧 我爱你 我爱你 慢 慢 慢 我开始很感动 我一直在拍拼探紧 我理由可以想做贵妇 妈 我大了 一定要跟他一样漂亮 漂亮 但我跟他一样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他那些胸皮 我就这样说 那是对姐妹花 嘉嘉 嘉嘉 我们要放嘉嘉王吧 我要跑回去 想到你了 对 那天很热吗 有太阳 有太阳 但是不会不舒服的太阳 真的 所以不会冷 这是那天唯一的一场戏 你都泡完海水 你回来还能演 有有有 回来有洗完澡 再进棚 那这几点去的外景 早上啊 一大早 一大早 对 你人生有想到过 就是会出现咕咕这种 这一点的感觉 没有 那你刚才 可是你自己踩的tempo 都知道咕咕会出现在哪里 我知道啊 因为我网路上看很多次 我想说 怎么说我这个我都没有注意 所以你现场 你现场其实也可以自己演一段 就是没有海水咕咕的意思 可以啊 可以啊 就不用太远啦 就自己到那边咕咕一下 有啊 对啊 感觉还不错 你自己刚刚看的蛮high的 很high啊 有啊 他们大家也看得很开心啊 他们就讲说 天啊高宇真辛苦咯 整部戏只有都在看你自己 因为那一天真的浪很大 然后其实我 我就我不想NG再重来 因为那个情绪有连贯 真的 对 然后我就想说 我已经爬出去 我还要再爬一次 是 对然后我就不想让他影响我前面的情绪 你那个帮你收声音的人 站在你哪里啊 啊 收到咕咕的那个人 是 站在旁边 然后摄影师在前面呢 他就看到我这样 他就 看我继续演 然后 他以为我要就是 对是不是 真吃到水了什么的 对 导演他们都很紧张 我演完的时候 他们就 他们就说 你还真的还继续演啊 我就说 对啊就是不想 影响情绪断掉 对啊 然后他继续走是最好那个 看的那个方式 然后那个 海水的 那个 喝下去的感觉是 好咸哦 那天 你也会 真的很闲欸 我那天喝完 我就是喊咖的时候 我说 啊怎么那么闲 然后他们就说 对啊就是海水啊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然后你那天 你那天出那个外景 在那里面那个 走来走去的走多久啊 走来走去 好走很久 走一个 很辛苦耶 一个早上 因为他很多角度要拍 非常多角度 那上来要先把头发再吹干吗 再重走 对啊我回家洗澡啊 因为 那在那边我们去 去哪里啊 金山吧 附近对 然后没得洗 所以我是全身的杀 然后上车回家洗澡 你知道我们每天来上班啊 那你那个 你那个休息室 妆法制就在我们那个 那个办公室的附近 然后每天只要找一人 欸 阿筋哪有空空 然后就去外面 阿筋哪有空 阿筋哪有空 他们都在那边讲 所以那个 出外景你比较开心 还是在棚内啊 嗯 对你来说好像 都还好 差不多吧 都很开心 因为刚刚到底在偷偷一件事 说那个老天爷对你很好笑 说你出外景天气都很好 对对对 很好 真的很感恩 真的 真的 阿有人说你在海水眼睛有很刺吗 蛮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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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有戴隐形眼睛 不舒服 所以其实蛮不舒服的 真的齁 对啊 是 那个浪大到 有点可怕 好 咕噜那个镜头真的很好笑 从此有一个咕噜跟着在你身边的感觉怎么样 也蛮好的 蛮好的啊 就有个识别 史上最美咕噜 欸 对啊 给点反应好不好 再次 史上最美咕噜 哇 好漂亮喔 真的是 谢谢 没有没有 就有时候给你太熟 然后就是听 我觉得这 刚刚那一句不是高雨珍最高端的笑话 所以她今天来就太保留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她弄到让她崩溃 崩溃是怎样 你可以自己来吗 怎么样啊 我们要讲什么 没有就是你自己来 反正把她逗笑大家 你今天来 你这样子太淑女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那个 我平常就这样啊 你想破坏我形象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说 来到这种环境里面 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 能够带给大家最多的欢乐 你知道我不能破坏女神的形象 但女神自己愿意崩坏的话 我觉得实在是求之不得的想 求之不得 对啊 那今天就很开心跟你在这个地方 终于在今天有机会 大家一起来联播 对啊 其实真的很开心 让那个高雨珍 线上跟大家见面 而且我们破百集了耶 对啊 辛苦哦 恭喜恭喜 没有 这是感恩啊 一黄言 其实有一点开始不舍了 对啊 嗯 怎么说 大家就相处得很开心啊 然后呢 一黄言一百集了 昨天的事而已啊 对啊 你有认真自己在算耶 有啊 因为要算钱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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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25号了吗 怎么钱还会进来 哈哈 这也是蛮好笑的 对啊 不会啦 因为就是用生命在演戏 所以也真的是很值得就是 对对对 很开心啊 那如果让你去报名那个 就是金钟奖的话 你会想要拿哪一段去 帮辛荣争取这个奖项 还是你觉得就算了啦 真生其实也没有这个想法 哎呀 真的还好啦 没关系 再想一段啦 我们帮你试着拜托他们一下 想一段哦 对啊 大概就抓奸那一段吧 虽然说大家有说咕噜这段拿去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爆什么 咕噜那一段吗 对啊 那你个人喜欢哪一段 就是拿去报名啊 抓奸那一段 抓奸那一段吧 那一段的情感很很有层次 应该这么讲 其实我把它分得很有层次 是 然后这次那个 在很多那个 戏的那个情绪当中 也带观众在那个地方 就是加深的对那只蚯蚓 心里头的那个 对大家都有外号 有有有有 感觉说还蛮好的啦 那雨甄那个 反正今天真的很难得 有这个机会 这样透过你第一次 那个金家好媳妇 终于来安安大明星 然后你们每天的桥段啊 其实都深深扣住大家 生活里面的那种重要的那种情绪 嗯 然后偷偷讲一下那个 好 今天是101级耶 对101 对啊 所以情绪会涨到像101大龙那么高吗 今天啊 嗯啊 会喔 真的假的 会喔 有什么神秘的桥段 因为今天有新男角出现啊 好 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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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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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几分的时候看得到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他简单哪一段 哦 真的吗 好好好 那新男角出现了 所以大龄就有出局的危险了吗 很难说 以后面的剧本我们不知道 真的 真的 说不定谢成君真的会爱上大嫂 唉 忽然变万人迷 会有点不太适应 不要这样子 就是你人生也是期待一个万人迷的状态 也是非常 应该要在这个时候 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殊荣 你还会跟冠婷似朋友吗 天哪他们真的这问题 冠婷 对啊 嗯 目前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为了小孩的关系吧 是 对 他们都自己在帮你写新的 参选议员 金主就会来追你耶 他们真的也 哎呦 这个建议好像也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都把你往有钱人的方向再推啦 对对对 他们怕我没钱花 我知道 他说不能放生那个老公耶 这样就是成全小三 对但是你这样子 不是也是自己日子不好过吗 对不对 也不会啦 反正香蕉就是七三那边 早就有 对啊 那我们希望那个香蕉与鸡牌的 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是希望 哈哈哈哈 所以金家好 媳妇里面就是生意兴隆 生意兴隆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今天最后有没有什么 要跟那个直播上面的朋友 那个 讲一下是不是 当然就是今天真的 我们难得请你来 然后为了不让女神 在私下形象崩坏 就是今天我本人也很克制 你很克制 我有感觉你很克制 但是下次我们找一场 但是不会这样 没有女神形象的问题的时候 但是不会这样 也没有啦 我觉得基本上就这样嘛 不要这样 你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那我是这样 不好说不好说 对对对 那这一台这一台 好好好 用那个女神 女神视角 女神视角 对对对对 我很感谢大家 今天有人数好像很高 有有有 还不错 现在那个新闻网 线上有14400 真的假的 真的那里有数字 不用没有骗你 有点害怕 因为玩鱼虎是单单 等下机器就举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等一下要干嘛 好啊 要连绑了 对 连绑 好啦那提醒大家继续收看 希望我们跟人冲破五点一三 我们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剧情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 让你又爱又狠 非常开心有机会 让那个雨珍来到安大明星 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同乐 下次来做崩坏女神的特质 好啦好啦 谢谢 要收看金家好媳妇喔 要收看喔 来宾掌声鼓励 谢谢高雨珍 谢谢 安大明星 给你最大牌的明星 安安大明星 陪你们聊到追寻地 不顾你在哪里 只要打开手机 新鲜的指尖流行的清晰 安安大明星 你要的全都在这里 安安大明星 你要的不限量容易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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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